无量节前 观世音菩萨普度众生无数 这一日 菩萨用慧眼观察六道 发现人间正饱受战乱之苦 决心下凡超度 此时正知北宋莫言 宋经两国交战不断 北宋的军队落败 一批批伤兵从战场上撤下 集中安置在这座 观音庙中 这些伤兵太可怜了 我们救救他们吧 我们自己也都管不了 哪里还能管别人 这些伤兵同样有父母妻儿 将心比心 我们难道不应该救助他们吗 众人都很无奈 这时菩萨化身一位中年妇女 来到这座观音庙 阿婆说得对 我学过医术 我愿意加入救治伤兵 有道理 那我们一起救治他们吧 有人带头 众百姓也纷纷加入 在观音庙救治伤兵 战争越打越激烈 伤兵也越来越多 阿婆与菩萨 日以静夜地救治伤兵 这天傍晚又来了一批伤兵 菩萨 向阿婆提着灯灯 对每个伤兵都信息查看 好像在找人 阿婆 你在找什么 我只是想看看 这些可怜的孩子里面 有没有我儿子 他也当了兵 在打仗呢 战火不断 百姓受苦 着实可怜 我只祈求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 保佑战乱 早日结束 日子一天天过去 伤兵越来越多 治疗的药材越来越少了 阿婆每日早起晚些 这一夜 他实在是撑不住 疲倦地病倒在 观世音菩萨向前 半梦半醒间 眼前仿佛亮起一片金光 观世音菩萨 他冲现在面前 你可相信 善有善报 我信 你一生行善积德 必有善报 你有什么愿望 我希望战争早日结束 我儿能平安归来 希望庙里的伤兵早日康复 老人女人和孩子们 都能活下去 让我百姓能安居乐业 你的愿望会实现的 菩萨说完便消失了 阿婆忽然感觉 面前一道金光闪过 她醒了过来 发现中年妇女 正在给自己喂药 阿婆忽然觉得自己 急面一除 浑身充满力气 姑娘 你给我喝的什么药 竟如此神妙 山上新发现的一片草药呀 我感觉 我全好了 难道是刚才梦里的 观世音菩萨次药 多谢观世音菩萨 太好了 你赶紧带我去再采谢 给伤兵们喝上 让他们早日商与 大家给伤兵们服下了 新才的草药 伤兵们全部康复了 士兵和百姓们 都开心的手舞足蹈 这药太神奇了 是啊 真神奇 这是神药 突然 妙中的观世音像 被金光笼罩 大庭之中 观世音菩萨显露真身 阿婆前庄 直到观世音菩萨显灵 忙跪地参拜 观世音菩萨显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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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现状也纷纷跪拜 善行终有善行 善行终有善果 战祸早晚了结 善报迟早会到 愿儿等皆要多存善行 多行善行 方可有大造化 山中药园留给你们 祝你们 祝你们化解世间 伤病苦难 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悲救度 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悲救度 几天后 宋军之战结束 军队回到城内 阿普的儿子从战场上平安归来 全家欢聚一堂 这里的人们感念观世音菩萨恩德 每日前往观音庙参拜 庙中香火不断 这次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多罗观音